政经最前线 无马看中国 我是美国外景主持人程晓农 中国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 红二代这个概念 在中国和在海外引起了很多讨论 因为习近平本身是属于红二代的一员 那么红二代当中有很多人和他的看法并不一样 比方会要帮到儿子 那么同样也有很多人因为介入了经济活动的很多方面 在社会上有大量的议论 同时他们也对习近平有很多的不满 因此当谈到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时候 红二代经常会成为一个概念 一个名词引起海外的很多议论 那么今天我们为台湾观众介绍一位真正的红二代 也是中共中央党建教研部的教授 蔡霞女士 蔡霞教授是在前几年就已经来到了美国 住在美国 因此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在这块土地上 在美国这块土地上 为世界上更多的人 也包括我们台湾观众提供更多了解中共的各种各方面情况的一个视角 蔡霞教授您好 你好 蔡老师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很多人已经早就闻到听闻您的大名 所以我们也可以请台湾观众们认识一下您 谢谢台湾的朋友们 因为前面我和明居正老师我们都做过合作 所以可能台湾的有些个朋友 他是在视频上看到过 是的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节目里呢 我想先请您谈一下 这个作为一个红二代 您好像是军队的将领的孩子 因此呢 就是可以讲在中共这个红二代里面 他比这个政府部门的红二代 显得又更加纯粹一些 因为和军队的关系非常密切 那么在这样一个家庭 这样一个社会生长环境里头 您是怎么样改变了您对中共的看法的 这一点我相信呢 我们台湾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也觉得很好奇 是这样 我先解释那个红二代这个概念 台湾的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知道 红二代其实它这里面构成是比较复杂的 所谓讲的复杂就是 人们笼统地称它为红二代 但实际上呢这里面就是 如果在大陆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个称呼 就把红二代里面分成 分成有一层就是太子党 太子党其实就是说他们的父母 在开国的时候已经到了 就是我们讲国务院的领导 到了这么一个程度的人 所以我们如果说比方说这个习近平 然后呢比方说这个就是 陈小鲁他们 胡耀邦他们 陈小鲁指的是陈毅元帅的儿子 对像他们这一层的人 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我就不一意的就去点他了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就等于是说在49年的时候 它已经成为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里面的 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的一些个 主要的领导的骨干 然后呢他就是属于 就是那个红二代当中一层 阶身比较高的 那么红二代其实这个概念很泛呢 它还可以泛到什么程度 你就泛到就是你只要是在49年 中共在开国之前 它在建政之前 你的父母参加了中国的那个 就是中共的这个所谓革命 然后它就基本上都属于 那么这部分人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老共产党人的孩子 所以外界它不了解很多情况 它会把所有这些都统称红二代 如果你这样看 你就知道它这里边的分层 它是构成的比较复杂的 这是一点我想说的 第二点就是刚才陈老师您问我 就是军队的事 因为我这个家是这样的 就是父母他们都是战争年代打出来的 还不光是我爹妈 还有就是我的这个家族 我的什么姨姨啊 姨父啊 舅舅啊 舅妈啊 像所有这些人它全部都是军队的 换句话讲就是新式军的这个系统 后来就成为华东的二爷三爷三爷吧 三爷 三爷的这个这个里边的 所以我们其实亲戚 那个父母的战友 那个我们来往的孩子 就是住在院子的话 你全都是看到的军队孩子 那么我向台湾观众们简单说明一下 蔡霞教授提到的这个三爷在中国大陆 是不是熟悉的名词 它指的是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 当时共军分成四个大的野战军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第三野战军当时是攻打南京 就是国民政府的首府 然后呢 整个长江三角洲和华东地区 都有第三野战军的干部接管了 因此当讲到三爷的时候 这指的是整个华东地区 共军的干部接管的这个范围 对对对对 就华东的第三野战军 然后军队的这个干部的孩子 他和那个地方上有很大的差别 一个差别就是军队这个环境 它和外界它是相对封闭的 我们经常讲大院 大院在北京啊 它是有可以比较广泛的 来指机关的大院 而在军队里讲的军队大院呢 它和那个地方的那个干部的大院 还不太一样 因为它整个军事单位 它不让外面的人进入 所以你就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环境里 这个封闭的环境 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讲 好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它用因为共产党 它当初的老共产党人 有那么一些人 他还真是就是真诚的想 为着这个民族 为着这个国家去努力的去奋斗 流血牺牲 他们会用那一套那样的一个 他们自己也信奉 就是我父母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自己也很信奉这套的东西 这种理想信念啊 道德观念啊来教你 他自己在你身上 他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方面 所以你就会是一种很正统的 接受了马克思的一些个 基本的一些个理念 基本的一些个观点 你还不知道你去理解它的理论 达不到那个水平 但它最基本的观点 你很正统的接受了 与此所谓的共产主义道德 你很正统的去接受它了 这一点呢很有趣的就是说 你们的家庭教育 还有社会教育 如果这个就是地方的 这些共产党干部 他们的孩子 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可能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家庭教育 可能是像您讲的 有些知识分子会向小孩灌输 这个共产党的那一套意识形态 但是呢当他们和其他的 这个地方的孩子 在一个学校念书的时候 他们接受到的各种 地方上的观念 会和他们父母讲的东西 发生一些矛盾的 但是你们就不一样 你们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 其实是融合在一起了 因为你们的社会教育 也是军队的子弟的 小学 中学 然后你们的同学 其实也都是军队干部的子弟 也不一定的 也不一定的 因为我父亲他 他后来是野战军 野战军他就不可能是在 像我们在大军区的话 你就可以在军队的小学 像我妹妹他上的小学 就是南京的卫港小学 南京军区的那个 就是子弟的那小学 后来是南京军区前线 歌舞团的一个所在地 那么 那个卫港 刚才蔡先生介绍的 是南京的一个地名 是解放军南京军区的 司令部政治部所在地 所以这个 那边 卫港这个地名 他的小学 好像就是很多军队干部子弟的小学 对对对 而我自己上了小学 是后来我父亲 他们是到了野战部队 那么我们就会和农村的孩子 最基层 因为野战军 你就会在和农村的基层的孩子在一起 但是呢 我是觉得呢 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这个孩子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军队是一个封闭的环境 大家知道 同时军队的这种特权享受 可能比地方在某种意义上讲 它来的还要更加明显一点 因为军队它是讲究等级的 对 是吧 它那个就是军队的那个指挥 大家都知道它官大一级压死人 这个在军队是肯定是这样 那么因此它会给你一种特别强烈的 一种等级概念 从你的住房 到你父母出去以后 别人对他的尊敬程度 连带着就对我们这种小孩 也把你捧在手上的这种尊敬程度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 而地方的干部呢 他们可能更多的因为 当中共进入到这个政权以后 就是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 它面对的是一个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的任务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中国国情的复杂 以及中共对于这个国家 未来发展过程当中 它内部的矛盾分歧 就产生了 对 然后包括这种矛盾分歧当中 所连带的权力之争 其实呢 我们今天来不及讲当时 所以你没法讲 所以这就使得地方官员的环境 处的政治环境 它要比军队的干部处的政治环境 要来的复杂 牵连到地方官员的这些 它本人的一种政治命运 所以我觉得地方的干部还是比军队干部还是 就是它社会化的程度和它了解社会的复杂性比我们更高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就会觉得它在政治上比我们要老练 而成熟 而我们呢就属于一个呢 军队呢 它是一个单纯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等于是军队呢 它是要打 它是战场上出来的 战场上它有一条 就是你说不得任何假话 你一旦说了假话 你会上了战场就死人的 所以我们讲 军队里所有一切的东西 它是放在台面上来讨论的 它不会藏着椰子 因为你藏着椰子你上了战场就完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就是使得军队养成了一个直来直去的说话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性格 然后呢是不能说假话 你一说假话的话 你战场就 所以这个父母对一个孩子的诚实 对一个孩子的直接了当地表达你的意见 它可能是一种耳濡目染 它不见得是一个对你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但是你慢慢在军队这种环境 它就形成这个状态 所以这一点它后来对于地方孩子和军队孩子 对于整个中国政治的理解不太一样 地方的孩子们 包括我后来接触 在北京接触的一些个太子党的孩子 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复杂性 他们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超过我们 但是呢我们呢在某种就是所谓的道德呀 所谓的这种信念上的那种单纯性呢 就比他们来得更牛了 所以呢当你我到了北京以后 接触了各方面的人 而我自己也慢慢长大了 经过了文革 然后到了这个体制里边 你看到了很多黑暗的东西 你才知道父母小的时候给你灌的全是玫瑰色的东西 对 是玻璃房里的花朵 我们这些就真的是温室里的那个暖房里长起来的孩子 很多东西给我很大的思想冲击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你从小时候受到的教育 和你看到的现实不是一回事 而你当你进入这个体制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的对外的欺骗性 和它内在的黑暗的本质完全是被盗的 就是我们叫它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最开始给我的冲击是疑惑困惑 到最后你觉得忍无可忍 然后你就反出来了 你讲的很简单 但是这个过程 对很多和您有同等家庭背景的 同类似的军队干部子弟的经历的这些一代人来讲 是很难以逾越的一个 甚至就可以讲是座高山 很多人就是红二代军队干部子弟 这一辈子很难越过去 他和您会有某种程度的共识 就是现实和他们原来的价值观中间有很大的距离 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思想的跳跃 那您觉得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过这样的思想的跳跃 所谓您讲的反出来了 是这样啊 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它这个取决于什么样 它取决于你对问题的思考 如果你没有这种思考的习惯的话 你看到的事情一时就过去了 对啊 它不到不触到你的根本的生存危机的时候 它不会逼着你去 而我觉得我幸运的东西在哪里呢 就是说在我的那个从文革的时候啊 就我的同学上山下乡了 我是属于那个军队有特权嘛 军队的孩子不下乡 他可以当兵去 然后我就到了军队 到了军队我们当时又是 就陈老师您的家乡就是上海市 上海市当时是我们军医大学 三个军医大学站的最好的城市 结果林彪小集团的那些个高干啊 他们的子女都是军队子女 上军医大学在我们学校上学 然后呢你知道913以后啊 林彪小集团就一下就翻车了嘛 对吧就是我们讲好 然后呢这些孩子就同时就从军队里 被清出来了 对清出去了 清出去了呢 我当时呢 因为我自己是一直在搞 这一辈子跟政治打交道 就当兵以后就在政治机关 就我们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的政治处 然后你说政治机关啊 他互相内部的信息 了解的情况要比别人懂得更多 你医生护士 你只管跟病人打交道 跟那个医学打交道 而我们是要跟人和跟政治打交道的 那名词呢 这个时候就让我第一次感到 就是说 我可以这么说吧 叫爹妈不可能保你一辈子 他们那么高的爹妈照样倒台 他们直接就给清走了 那么就是我们讲的说 过去讲那个叫爹妈靠得住靠不住 我那个时候感觉到爹妈是靠不住的 然后爹妈靠不住 因为他们可能就卷入党内的政治斗争 让我第一次感觉我有生存危机 我看着别人被清走了 尽管没轮到你爹妈头上 但是你不知道哪一天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 从这开始我开始思考的就是那种生存危机 逼得我去思考党内的问题 逼得我去看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他的一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样的 然后后来我转业了 到了地方 当然这边很多故事 将来会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 对 对 然后转业了以后 到了地方进了党校读书 当然它仍然是一种宣传性的理论 但它给了我一个机会 就是你可以当党校老师 做党校老师 你可以有两个做法 一个就是你宣传 不要动脑筋 拿着它的文件 它的什么资料 你多一点那个东西 你就可以去讲 那就看你的语言表达能力 还有一种就是你真的把它作为一个研究对象 我自己觉得我比较好的一点就是 我们有些老师就是我接种 我喜欢哲学嘛 我们很多老师教你的是思维方式 看问题的角度 然后它在那个八十年代的时候的 我们中国的思想是开放的 所以在教哲学是不光教马斯主义哲学 西方哲学我们就开始接触到了 它会教你一种全新的视角 怎么去看问题 这样我就试试把共产党作为一个 你研究的客观的对象 而不仅仅去宣传它的伟大光荣正确 它那个光环 你透过它那个光环 把它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组织来看待它 它是什么样的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做了一些思考 然后这个就慢慢慢慢慢慢的走过来 蔡霞教授 听说您在中央党校担任教授的时候 北京大学曾经请您去给他们的全校的基层的共产党干部上课 那么也听说呢 这个上完课以后有很多有趣的 您的发现也有很多有趣的反馈 能不能从这个角度让我们观众朋友们来理解一下 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中央党校是培养干部的学校 中央党校的教授出来讲课 他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他自己叫中央党校像蔡霞教授本人 您体会到那些什么有趣的值得让人发人声思的这样一些现象 一些政治现象 好 陈老师您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首先就是中央党校他在中国共产党党内 他是一个最高等的学府 他是两个最基本的任务 一个任务就是培养中共的高层的领导骨干 包括一直到中央委员省部级的领导干部 政府的政府部长 他都会到中央党校去接受培训 第二个就是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研究机构 在某种意义上讲 他是共产党的一个高级的智囊 智库 智库 他是个智库 所以很多老师参与过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个 他的决策的一些个酝酿过程 当然最终拍板是官僚拍板 不是老师拍板 但是老师会参与到这里面 他们遇到问题 他也会来跟你就是请教你 换句话讲 他征求你的意见 咨询你的一些的想法 就是说中共高层的领导人 如果他找智库的话 是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 像经济问题 金融问题 他们会找其他的智库 但是就共产党本身的一些重大的方针政策 他更倾向于找中央党校 中央党校有没有高级的两个字 这个名称里的没有中央高级党校 没有 他是这样的 前苏联 他是讲的高级党校 然后这个词后来就被大家就沿用到中国来了 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曾经不规范的讲法 就叫北京的这个就是中央高级党校 就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党校 但是实际上规范的称法是中共中央党校 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 因为他各个是 只属于中共中央 只属于中共中央 他曾经的他的地位高到什么程度呢 只属中央书记处 他和中央组织部 中央纪检委 中央统战部 中央宣传部平级 平行的 他们无法来支配和指挥中央党校 中央党校他的那个大校长 就是我们讲的郑校长 曾经是胡耀邦 胡耀邦是常务副校长 曾经是胡锦涛 曾经是曾庆红 然后当然了习近平也当过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的一个郑校长 他是在中国共产党里面的 他地位是什么样的 你就看到中央党校本身 他这个机构就很高 那么是外界 他对中央党校有很多 不太了解的地方 不能完全说误解 就要至少他不太了解 所以他们会把中央党校 那思想最活跃的一个地方 对 我们能感觉得到 但是不太清楚其中的奥妙 是这样 我就简单说 就是中央党校因为很多老的知识分子 他其实中国共产党如果说还有一批文化人 他一批文化人他其实从岩岸时期 他在中央党校保留了一批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在这批老的文化人 他受过民国的时候的文化熏陶 他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所以民国的一些个 就是文化氛围啊 思想氛围啊 那些东西对于老人们 他是有影响的 而他们对于理论的接触 并不是像后来共产党那么僵化 那么封闭 所以你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历次的 意识形态的内斗上 中央党校是一个内斗最激烈的重灾区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因为不同的观念 在这个地方交锋得很激烈 那么他你就可以看到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往现代文明走 还是固扯他曾经的那种小农文化 也是熏陶出来的 以他那样的眼光去看待 所谓的马斯主义理论 所谓的那个现代社会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在中央党校 他的斗的是很厉害的 对台湾的观众朋友们来讲 您刚才讲的这个 在中国大陆可能很容易被 接受理解的这两个差异 就是共产党的小农文化 为背景的那种 对共产党意识形态和 共产党路线的理解 和一些知识分子 比方中央党校的一些 老资格的教授 还有一些年轻的 像您这样的教授 你们有一些自己的独立的思考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是很不同的 可不可以您稍微再多介绍一点 让我们观众朋友们 能够 台湾的观众朋友们 从一个从来没听说过 中共的中央党校 这么一种背景下 让他们来理解说 这个中共的最高智库 可以这么说吧 对 应该算是中共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智库 那么在这个智库里头 也会有不同的想法 我们先不谈这个 为什么有不同 您刚才已经介绍了 历史渊源 对 那么这种不同 会体现在一些什么方面 您能举几个例子 我可以讲两个例子给您听 第一个例子是讲 大家都知道 邓小平改革开放 他前面要冲破毛泽东的 很多思想观念的束缚 所以当时在中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就1978年时候讲的 那个叫破除两个凡事 因为那个凡事毛泽东定了的 就不能动 凡事什么什么的就不能动 两个凡事 然后要破除这个两个凡事 究竟怎么来衡量 就是说哪些东西是 政治上是对还是不对 其实那个冲破两个凡事 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那个文章 其实是胡耀邦 在中央党校当常务服务校长的时候 最早是从中央党校开始提出思考 和那个的 那么所以这篇文章真正的形成的稿子 是在中央党校的理论研究室 而它的起因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怎么看 然后按照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定论的 那个所谓十次路线斗争 十一次路线斗争 那么讲 中国共产党党内很多冤假错案 包括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很多错误 它是没办法来解决的 所以胡耀邦当时讲说 我们不从这个定论的东西讲 我们从事实来讲 实事求是的看 哪些我们做对了 哪些我们做的不对 不对的东西必须要把它纠正过来 它其实是从中央党校在77年吧 就是私人帮倒了以后 中共的文革我们不叫结束 叫宗旨 因为事实上中国并没有改变 这个文革的这种思想基础 和它的制度基础 所以它只能叫宗旨 那么要从那个东西就走出来 走向新的一个中国 能不能有一条新的路 必须要打破这个思想 是啊 禁锢 所以这样的话 那是胡耀邦领着大家来做这件事情的 您刚才提到了胡耀邦 在1978年 这个在中央党校 这个一个思想和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基地 那里发起了对中共产党毛泽东时代的 这个整个的政治观念的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有点清洗的状态 对 清算 清算 清算过去的理论 清算过去的思想观念 这对中共来讲是个巨大的冲击 对 是个巨大的冲击 那么这个呢 确确实实后来把中国就是能够 就是打开了一个门 就它毕竟它往改革的方向走了嘛 然后呢 但是呢你知道后来邓小平 在未来中国怎么走 和胡耀邦真的是希望中国共产党 应该是还权以民 从这个改革开放的经济变化 到中国共产党应该把政治上的民主推进 这个在胡耀邦和邓小平当中 发生了很多那个不同矛盾冲突 后来邓小平把胡耀邦以非正常的方式 解除了他党内种收集的职务 连在这一段史实都被给遮蔽了 然后就把破除两个凡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的这个这篇文章的出台 掩盖了真正的过程 而把它算成为南京大学的一个老师的一个功劳 实际上不是 南京大学那个老师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就是说人们在当一个时代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 人们是可以感受到时代提出的问题的 而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单独的某一个人提 而是敏锐的人他都会从不同的角度提到这个问题 所以当时呢南京大学那个就是老师呢 他也提出这个问题 他当时给那个光明日报写了个草稿 写了个稿子投稿去的 光明日报的那个总编正好在中央党校学习 中央党校的研究是正在研究和起草这个问题 光明日报那个总编说 我们在也收到一篇稿子你们可以看一看 然后这个稿子最后的那个重新整合 重新来写都是在中央党校完成的 然后再由胡耀邦直接交给光明日报去发表出来 然后军队就是罗瑞卿的那个解放军报 跟着就上去的 而当时是遭到中央那个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那个部长 张平化和人民日报的那种就是有些个 他是坚决抵制的 因此我们讲真正揭开中国解放思想 推进中国的那种改革 打开这个大门是中央党校 这段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段律师还现在我都不知道 到现在还是遮蔽的 而我们中央党校有一个老教授 他当时就是我们讲后来 这篇文章出去以后 对于整个中国的变化 是起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推门的一个作用 但是参与写着这篇文章 整个经过的一些中央党校的一些老师 后来被中共就被邓小平定为坏人 然后把他们给清出中央党校 有很多吗 有那么几个你知道的阮明老师 阮明 孙长江老师 孙长江这我都认识 吴江老师 是吧 而当时跟他们在一起工作的另外一个 还留在我们学校一个老师 因为他现在人还在北京 我不能把他的名字提出来 这是安全问题 你知道他为这段历史保留了很多一手资料 然后他自己写了很厚的一个回忆 就究竟这篇文章是怎么从酝酿到起草到修改到最后 就是说刊登出来的 所以打开中国的这个改革的大门 其实中央党校哪开始的 那么我又要说一句就是我父亲啊 军队干部啊 他的思想是比较僵化的 您知道我父亲曾经对中央党校 有一句什么样的评论吧 阴风鬼火 全是从中央党校删出来的 这跟他脑子里的一种 一种传统的那个共产主义 和这种计划经济的观念 完全是冲突的呀 你知道我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 然后呢在那里念了七年 那么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 在全国都有一个外号 第二党校 对 但是我们从第二党校念了七年出来 我们其实对这个你们这第一党校 就是中共真正的中共中央党校 这个中共的智库 其实是不了解的 我们不知道这个真正的第一党校 它里面有这么多的故事 那么这些故事本身每一个反应都是中共的这个表面上看是政治路线斗争 背后是中共面临的意识形态上的内在的冲击 对 它其实在改革开放以后啊 或者中共在第一步就是改革就是那个打开这个大门以后 它面对的是什么 它面对的是人类的现代文明 对 而中共对于整个这个世界的认识 它过去是以中国的小农经济这个社会文化土壤看待世界的 而中国共产党它所接受的所谓意识形态的理论 是马克思的那些东西 经过苏联的这种前苏联的俄国共产党的这种 而它仅仅抓住了一条就是暴力革命 所以它的基本观念就是矛盾对立冲突杀弱 就是说你死我活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本思维 因此的当它打开这个大门以后 它面对的是现代人类社会 现代文明 它很惶恐 我觉得您讲到惶恐这两个字很有意思 一般来讲全世界就是中国以外的人 对惶恐两个字会感兴趣 但是呢大中国的人可能觉得 他们体会不到中国的高层的这个 惶恐 高层高官们的惶恐 那么您从这个党校的角度来理解的话 就是这个中共的智库 他们为什么有惶恐这一点 您刚才其实已经谈到了 就现代文明 实际上和中就包括经济改革 和中共的这传统的价值观 意识形态制度 有很多根本性的矛盾 那么他们惶恐的点在什么地方 您能给我们简单举一两个例子吗 可以啊它是这样的 就是所谓的惶恐首先第一 就是当它面对了世界上的这个经济发达 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过去的观念是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真正打开国门以后一看 人家比我们好的很多呀 包括王政 包括万里 万里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 对 后来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 你看他们这两个人啊 就是相当于他是在军队里边的 后来又是参与地方领导工作的 打开国门以后 万里出去出访 然后他看到的就是原来想象的帝国主义的滥下去什么 完全不是 他看到了这个福利保障 看到了人们的这个就业教育 普通人的生活 包括邓小平自己访美访日 他看到的是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中国 所以邓小平很感慨的讲说跟着美国的全富起来了 跟着苏联走的全是穷的 是不是 这两句话 其实你们 就中共中央这个党校是中共的智库 你们在这个智库里面 你们知道这两句话 外面人不知道吗 外面很多人并不舍听 没有怎么听到过 我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了几年 我们没有听过这句话 没有讲过这句话 也从来不会引用这两句话 因为我们不知道 就是这两句话 其实是你讲的惶恐的很大的要点 就是说跟着西方的或者说美国的是吧 对跟着美国的全富了 全富起来了 那想也包括台湾 对 那然后跟着苏联的全穷下去了 对 这个其实是邓小平在访美以后 他的很深深的感慨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天天讲优越性 打开国门一看 你的优越性根本就体现不出来 而人家你天天讲 人家是腐朽衰败 但人家那个发展就是比你好 这个东西对于中共的惶恐来讲 第一就是说他自己无法解释 对 他无法解释我的理论和我的制度问题出在哪里 但他知道这个事实 他无法颠覆它 第二他无法面对民众 他怎么去给民众包括党内的中下层 去讲清楚这种情况 一旦国门打开以后 看到的这些东西 你怎么去理解和解释它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 邓小平不是讲说我们不争论吗 只能不争论 我们不争论 他回避这些问题 但他要把那个拿过来用 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 他急于要解决中国的经济崩溃问题 所以他就真的他就去学了西方这些东西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说 我们讲的那个叫什么呢 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从来都把西方文明的 现代人类文明的东西 当作为工具来使用 但是不许触动中国的 这个自己的主体的这种制度 主体的这种意识形态观念 中国共产党其实它是固守了 小农经济的这一套东西的 包括就是传统的 我们讲2000年情字美改 到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 他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 他局限一个就是小农 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阶级斗争暴力革命 所以他无法面对这 这是他的第一个惶恐 但他又希望改变 然后他就马上就遇到理论上的冲突 这种理论上的冲突 一方面现实的变化 迫使他的理论要往前走 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不真正理解这些东西是什么 而中国共产党你说他没有学习能力 他还有一点 他会把那些新的名词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概念 名词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 什么那个人权 这些东西他会拿过来 但是他并不理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想要像就是国外的一些东西 学过来是用 为我所用 能够解决我的经济发展 能够让我的钱更多一点 能够让共产党的权力地位 更牢靠一点 所以呢他就接受了这些个名词 但他不知道这个名词的背后 它是一种制度体系来形成的 就这种制度体系保障了这个社会的这种运转 保障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的极大的崩发 而保障了人们在这个当中的安居乐业 国家的藏职酒安 它是这不是一个名词 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 而是一整套的制度体系 而这个制度体系的背后 是每个人的权利 因此我们讲他有价值理念 他有权利和权利的关系问题 就利益的利害和力量 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问题 它整个是一套 就是那个我们讲 经过几百年的这种探索 人类走向现代文明 后它所形成的一个社会秩序 它运转的秩序 运转秩序 而中国共产党对这套东西 它最开始是把它作为一个新鲜名词来讲的 当它接触到这些东西的背后 它的惶恐心在哪里呢 它如果真的要去走进去 它就威胁到它的权利地位 威胁到官员的现实利益 你知道中国共产党这个一党专政 垄断国家全部资源 垄断全部利益 所有人的命运 所有人的利益分配 都在共产党手里掐着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看到 它自己这个权利地位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就我卡死你的脖子 我不能让你来跟我分享权利 而我们讲的民主市场经济法治 自由平等 它是讲的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 对于公共权利还要限制你 还要制约你 因此它一定要有个分权制衡 共产党怎么能跟你分权制衡呢 怎么能跟你分权呢 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点上 它立马就开始陷入惶恐 这就是要讲整个这个 尤其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反复的强调 党要领导一切 这就回去了 对 他的回去为了党要领导一切 他要控制一切 毛泽东时代的那一趟 所以他是不可能 他非常的恐慌 第二点就是说 官员正是因为他垄断 他才有特权 对啊 然后呢他把别人都卡死 卡着脖子 别人无力反抗他 但是一旦是说 你要搞民主 搞那个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讲人们的经济自由 他有了财产的自由 也经济自由 他自然他就会有更多的希望 就是我跟你讨论问题 我的脖子不是被你卡死 我靠我自己活着 我没有仰仗你活着 而你一旦把这一点 就是说当他有了 那个市场的经济自由以后 他希望跟你来讨论问题 而不是 你说我今天恩赐你一顿饭 你只能吃一顿饭 我明天恩赐你两顿饭 你就得感恩戴德吧 这个时候他就做不到了 因此你就可以看到 市场经济 它其实根本的一个 最终走向 它是要走向民主政治 而中国共产党 它始终卡着 它不会让你真的走向市场经济 因为它防着的 就是你后面的权力问题 防着的就是这种 我们讲的分权制衡 对于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 他绝对不会让你干的 官员是凭着这套东西 获得了很多既得利益 他们获得了很多 所以我们讲说 那个叫 怎么讲 窃国者 为大盗 这个大盗窃国 他就 他说我就代表这个国家了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然后你还不得不去 就是屈从于在他的恩赐下火 而你真的要推翻这套东西 或者讲要改变这个东西 它就会非常的惶恐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最初他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来利用 到了最后 他必然会造成一种根本的矛盾 对立和冲突 所以在一个一党政策和极权制度下 本指望他真的能 由他自己来做一种文明的 就是我们讲政治文明的这种变化 或者说民主化 不用指望他自己 他做不到 做不到 那好 今天啊 蔡霞教授给了我们提了一些非常深刻的问题 我们台湾观众朋友们呢 可能以前在台湾的媒体上 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刚才我们听蔡霞教授介绍了 共产党在改革 那么中国的媒体的宣传是高歌猛进 其实蔡霞教授告诉我们 从改革的还没开始 中国共产党就一直生活在惶恐之中 这个惶恐为什么是这样 蔡霞教授已经讲了 那么同样的 他也最后根据这个 这个分析进一步告诉我们一种 问一个我们关注的点 就是大陆还有没有可能走向民主化 共产党会不会让大陆民主化 那么蔡霞教授刚才已经简短的 给出了这个结论 我想台湾观众朋友们 如果想动脑筋思考一下 台湾面临的海峡对岸的 这个中国的变化 会是个什么走向 蔡霞教授给我们的是非常深的 一种分析的和思考 如果有观众朋友们今后希望 请蔡霞教授来参加这个节目 更多的为观众朋友们介绍这方面的东西的话 请大家在政经最前线的YouTube的下面留言 给他们的制作单位留下更多的你们的想法和请求 如果有机会我们再请蔡霞教授来讲更多的东西 更深的东西这样的话 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 对中共有更深刻的认识 那么我们也在这里 非常感谢蔡霞教授 这个参加了我们今天这次节目 这个节目让我感觉到 说起来讲中国需要民主化这件事情很简单 好像只是一句口号喊出来就可以实行 其实您今天给我们讲的 是从一个共产党最高智库的内部的思考的角度来看 他真正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困境 这个困境其实就他的制度架构而言 是不可克服的 他自己没有能力克服 对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我们希望今后政经最前线 继续向观众朋友们介绍我们更多更新的方方面面的分析 再次感谢蔡霞教授 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台湾的朋友们 谢谢 谢谢陈老师 不会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